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一起開箱 Kisswit最新的出品 超好玩互動字跡書 法國出版是Kiddy Dog系列 今次的中文科普立體點讀書 出到第三輯 第一輯有100個為什麼 地下有什麼 第二輯有恐龍 精彩的人體器官大冒險 還有太空 每一輯都有三本 還有三張點讀兆卡 實在太受歡迎了 所以這套中文系列一直推陳出身 今次有好玩的大自然奧悲 神奇交通工具 這個完全不可以錯過 還有古老的希臘神話 因為我哥哥小吉先生很喜歡這套書 所以我自己和他在這裏看的時候 還做了很多註解 今次的影片應該會很長 因為又要分享一下 和小吉先生一起看的時候 有什麼心得 或者他的回應是怎樣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先和大家一起看看這套書的點讀原理 大家如果在手上 之前會有見過 就是My First Discovery系列 那個是由英文的科普書籍 加了中文的情景故事 這套和那套有什麼不同呢 這套的畫 會是立體的機關書 多了很多轉轉 立體機關 大揭業的部分 而且是全中文的 大家也會明白 如果小朋友 如果看白英語 他經常看英文 就會聽英文 然後如果中文 是一個劇場版輔助的 這套就是學中文的好好輸入 因為通常小朋友 有時候很多科普知識 可能都只懂英文 例如小吉先生 我只懂英文 所以我很喜歡和他看這一套 因為有很多中文的語言 他可以聽得明白 看得明白 我覺得很幫到手 這套書 我們會看到 每本書的封面 有點讀藥時Reading Key 就是點讀不按鈕 點了一下之後 整本書裡面的內容 所有版面都可以隨時點讀 這套書是法國很有名的系列 我們買了版權 和他製作了一個中文的點讀版 這個點讀版 最令人深刻印象 或是為何有那麼不同 就是通常你會看到 100個為什摩 那些書 通常有很多問題 例如你看到他們的內容 內容的部分 是很多很多很多 如果小朋友逐個逐個看 未必有關聯的時候 他未必記得深入 也可能好像散修修一樣 不過這套書 其實是用一個故事形式 有小馬 和Luca 和爸爸媽媽 用不同的故事 去串連起所有科普故事 例如這個交通工具 無論是古今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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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上天下地 甚至乎是說車的原理 車是為何可以 就是how things work的中文版 所以 小朋友就很喜歡 因為是有故事串連 你會看到他有主題曲 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想把這個故事 連同一連串的科普的知識 這個系列的書 所有內容都帶出去的話 用這個點讀小卡 就最幫到手了 你會看到 今次的故事 為何一直播著呢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看 全書朗讀 因為全書朗讀 他有一個引指 告訴大家 這本書 他們去哪裡開始的 例如你看到這個 為何他們會坐直升機呢 原來 小馬、Luca和爸爸媽媽 要去參觀航空母艦 但中間出了一些意外 所以 在天空中 會看到很多船 要坐直升機 趕去搏船 搏到航空母艦等等 航空母艦有多大 戰鬥機 要怎麼起飛和降落 船艦上 又有哪些設施 他們恨不得 立刻登上航空母艦艦寫 然而 參觀的行程 卻因為突發事件而中斷 小馬 與Luca 究竟遇到了 什麼事情呢 好 如果有看過之前 QBDoc第一集 第一集 第二集 的一些介紹影片 一定會很熟悉 一個故事去串連 然後 你會聽到很多音效 好像劇場版一樣 將每一版 所有的 揭頁 所有的小知識 全部 用故事 和小朋友的角度 串連起來 是 坐車坐太久了 因為 他們兩個經常會問一些很搞笑的問題 Luca 比較頑皮 所以 小朋友 容易聯絡 TGV 是高速列車 是速度最快的路上交通工具 最高速列車 所以 其實 劇場版 除了 你會看到 有字 獨字 真的會串連到 那麼多個問題 之餘 其實 裡面都有些 extra 日常生活 會看到 關於這個主題 和這版的 場景 知識 也會有 所以 知識量 很豐富 不要小看這些故事 或者不要小看這些故事 因為 小狗先生 真的這樣聽 聽 不經不覺 好像 入腦 很多時候 你突然會問到 或者看到相類似的事情 他會說到相關的解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用這些 點讀的產品 或者教材 和小朋友洗耳袋 反而是容易過 如果真的要跟他 好像上課一樣 拿些東西出來 很直接地 去教他 更加生動 更加有趣 我們通常 可以這樣點 剛才我們點了 是傳輸浪讀 於是 我按了開關 按鈕 就會停止了 小朋友中間 很喜歡問問題 我們可以按鈕 這個鈕 他討論完了 我們繼續按 繼續聽 我們為什麼不自己開錯 這個小卡的原料 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歌曲 就是剛才 Chill Dog的主題曲 這個就是卡拉OK 火車或飛機 這類的大眾運輸工具 可以同時載送許多人 這樣就不用每個人 都自己開車 汽車的數量減少 排放的廢氣 靠廢的燃油 也會減少 近幾年 因為重視廣房 以電力為動力的電報車 也會回到環保 也會回到很多其他的項目 超頻 也是靠電力在鐵路上行走 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需要電力 或是燃油才能動嗎 嗯 也不一定 像海上的帆船 就是一種風味動力 風越大 帆船的速度就越快 還有其他的嗎 有啊 還有一種 盧卡也很常使用哦 我很常使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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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腳踏車啦 對耶 腳踏車 只要用兩條腿踩 就能前進 好 小朋友就說 哇 攀山攝水 為什麼不自己開車 媽媽就跟他說 原來我們坐在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有時候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甚至是能源 當他說這些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將 很多不同的小潔頁 因為這些都是交通工具 也有駁船 會有很多不同的 會串連起來的 大家要示範就是 剛才的傳書朗讀 其實他就將每一頁 有情節的播 例如他們遇到什麼 於是他們會見到什麼 於是他們會見到什麼 於是爸爸媽媽就跟他討論這些項目 接著到特航空母艦 接著航空母艦 他們帶他去看不同的地方 接著有不同的情節 就是一路一路一路下去 雖然你看到有交通工具 是以前的 接著他就會說很多 相關的東西 然後就用一個故事的方式 全部串連去 如果大家要看另一個 檢讀模式的話 就可以看每一版 每一版的左上角 有一個情景故事 在這裡 終於到了 我的屁股好痛 我也是 現在看到這裡 因為剛剛爸爸媽媽和他們 已經通過了這裡的東西 還有問問TCV 還有很快的汽車 看得好高啊 因為他們換了坐直升機 去 航空母艦 然後他們就說 為何直升機不用跑道 空中有什麼交通工具 是需要駱船長 或者需要推進器 有引擎才可以飛 他們就在這裡 討論了很多 到底飛機的原理是怎樣 怎樣飛 他們見過什麼 Luka當然有很多 笑料百出很烏魯的東西 亂搭 所以那些男生 會聽到大笑 那麼 駱船長 很容易看到 有這些飛機 也有普通的客機 也有火機 然後他們就問 有什麼可以推動 空中的交通工具 原來還有火箭 或者用熱氣球 他們就說 這不是飛機 只是空中的交通工具 最後媽媽就問 有什麼交通工具 或者有什麼飛機 是沒有下船長 也是沒有引擎的 於是他們最後就發現 其實是有滑翔機 滑翔機 完全不靠任何能源推動等等 你會看到 很多的部份 全部都可以點讀 示範給大家看看 剛才跟大家說了 有不同的點讀模式 你可以用傳書朗讀 有情景故事 即是每個分頁 每一版都有故事 然後點字也會告訴你 熱氣球如何充氣 用火焰加熱空氣 是巨大的氣球中充滿熱空氣 因為熱空氣密度 與冷空氣小 熱空氣才可以飛到天空 爸爸會解釋一次 然後另一個專業的老師 又會再說一次 所以小朋友看到什麼 有興趣想知道 點下去就可以了 也會有很多音效 然後每一個小朋友 在葉面上 如果看到有小朋友 都會有特別的對話 然後再說一次 繼續往下走 接著看見受困的都想看 救隊 朱莉 朱莉 朱南頓 我們在朱莉 好痛 我的腳好像捂著了 原來已經很骨折了 通常會跟小朋友說 找不找到Luka和小馬 Luka你看 那裡是不是有一隻山羊 等等 我又望遠近看看 好 所以你說 大的小朋友 小的小朋友 會不會都喜歡 其實如果是寶寶妹 其實自己四歲 其實看這些科普書 會不會很深 其實小朋友 會對於很多不同的細節 都很有興趣 也有些音效 去引起他閱讀的興趣 所以 我覺得 在不同程度 小朋友都會接收到 特別是這一篇 我想《神奇交通工具》 這次寫得比較深入 待會跟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 連開車的原理 飛機的原理 很多很多 這次是說得很深入 所以這段書 應該是可以看很久的 我再給大家看看 他們到達了 航空母艦參觀的情況 你看到很仔細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點讀 他會告訴你 這個部分是什麼 我試給大家看看 所以這套書是可以看很久的 站落不太穩 需要檢查起落架 我知道了 那你會看到 Luka和小馬呢 沒想到 航空母艦這個巨大 真是太酷了 他們降落在這個 船上的跑道 還有他們有彈射器 你看到這裡 這裡 排射器後方配備了升降導流板 擋住飛機排放的高熱廢器 保護甲板上的物品 緊急 你看跳傘 很搞笑 好 因為航空母艦的地方 其實不是有很長的跑道 那怎麼起飛呢 原來後面有一個 飛機彈射器 這樣彈出去 好了 這樣就要再看 就讓大家看多點這個故事 看看 我還想在航空母艦上待久一點 很快很快 你就要下去了 想到 會取消餐館行程 沒辦法 因為打了事故 航空母艦 必須立刻返回海巡基地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別的安心 爸爸都安排好了 走吧 爸爸帶他們去哪裡 雙看船 其實我們很容易會在旅行 或者有時候在抹頭會見到 沒錯 爸爸還是學生的時候 曾經在漁船上打工 我想讓你們也體驗一下 漁船 你們好 我是這艘漁船的船長 船長好 船長 我們要去裝大白鯊嗎 大白鯊我可不敢抓 上台吧 我帶你們去捕沙丁魚 哇 海風吹起來 好舒服喔 上天 下海 潛水艇 已經在捕魚了 咦 在哪裡 沒有人在捕魚 來看一下 這艘船是拖網魚船 拖網魚船 拖網魚船 大網在海中航行 大網在海中航行 跟網子裡裝滿魚 在用小網機 這樣看著 準備收網 好 原來現在現代的漁船 已經是這樣的了 好了 點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細緻的地方 要吃魚嗎 是呀 我都餵過來了 是呀 我都餵過來了 要收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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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它在這裡搞搞搞搞 所以剛才的聲音就在這裡 搞搞搞搞 然後呢 就會收了上去 那這裡呢 為什麼會有前網鏡呢 原來呢 前面有手帆船 要小心喔 這就是前網鏡 那船的龍骨 龍骨很重 可以防止船反覆 即使風從側面吹來 船也能直直向前航行 不會偏離方向 潛水艇的推進器 然後還有一個蛙人 這裡蛙人 然後經常會看到一個廟 潛水推進器 無人機 很多不同的部分 然後又到哥哥最喜歡的車車 對啦 這一版的車車呢 你會看到呢 車前前和後面 好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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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電影線啊 有拖車 有拖鋪 龍骨 是你自己說 要去看展覽的 小馬 我來玩開車子的遊戲好不好 其實這輛車就很悶 然後在一條路上就說 你猜猜哪輛車 猜猜它是什麼車 猜猜它是什麼車 好有趣 所以它後面呢 這裡都可以捏 啊 輸的人 要請吃冰嗎 不要 我的零用錢 都快被人吃光了 哈哈哈哈 那麼 獲勝的人 爸爸給獎品 怎麼樣 好耶 我要獎品 看到你卡尾了嗎 看看 白色的 我知道 那是迷你都會車 應該是小客車吧 不對不對 那輛車比常見的私人做小客車更小 而且沒有後座 應該只有駕駛座和副駕駛座 所以 是迷你都會車 嗯 盧卡很懂哦 嘿嘿 換我出題 停在路邊的那輛黃色的車 啊 那個簡單 是箱形車 駕駛座 那輛車 差一點點 哪裡差一點 明明就是雙行車啊 那輛車後門沒有窗戶 所以應該是盲窗雙行車 這輛車主要用來載護 沒有窗戶 如果大家知道家裡有個愛車如命的小朋友 就會知道 你一定會很開心啊 原來如此 來看一下 如果我中斷它 那逐個逐個點 就會看到有這些 都會迷你車 然後呢 為什麼 盲窗箱行車的後門沒有窗戶 盲窗箱行車主要用來載護護 沒有窗戶 就不用擔心窗戶會在運送過程中被打破 減少貨物遺失的風險 那些人在這個層次的 哈哈哈哈 你玩得太瘋了啦 今天的客人 你玩得很開心的 這個是我女兒最喜歡這樣玩的 就是 點人 玩完露營車 那還有說開房車 那個頂端在那邊 射貨啦 好 還有以前的交通工 一路聽著我 我一路揭給大家看一下 要不然 這條片已經很長了 柴油車 你懂了 你懂了 我們能不能搭蒸氣火車 嗯 好像可以體驗搭乘 我們晚一點去看看吧 停在海邊的船 看起來也好古老 有點像是 電影裡面的海盜船 你懂了 那是三維帆船 對不對 你懂了 還有爭進移情耶 沒錯 三維帆船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盛行 工業革命之後 還出現 蒸氣動力的三維帆船 比較常作為商業 或是軍事用途 不過 有沒有這種類型的海盜船 爸爸就不太清楚了 我想靠近一點看 每一段的情景故事 每一瓶都差不多有四五分鐘 所以都很長 有人噴在尾根上耶 他們應該需要把風帆收起來吧 彈那麼高 不會覺得很可怕嗎 在三維帆船上 操縱風帆的人 都是經過挑選的專業選手 不會嚇到頭暈或是腿軟 其實我們最喜歡 就是這一版 它有教 引擎 為什麼有馬力 為什麼會用馬力去講車呢 又會講車的原理是怎樣 我有點懷疑 可能我們看這本書 其實真的為了這個 哈哈 吃飯 拜拜 今天晚上就在這裡錄影 拿個駕駛盆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 這裡空氣真好 小王 我們去森林探險 不可以喔 天快黑了 在森林裡迷路怎麼辦 爸爸教你們開車 好不好 開車 孩子們還太小 沒關係 我只是示範給他們看 不會真的讓他們駕駛了 接下來是怎樣控制方向的呢 向左 前方的輪 向右 前方輪的幅度 會比後方輪大 然後看一下我們 車子就會慢慢往前進 用手轉動方向盤 就可以控制方向 為什麼 方向盤下方 有一個長金屬感 與車輪相連 所以 只要轉動方向盤 就能控制車輪 往右 或是往左 我一想要開開看 如果開車的話 我就要先下車 哈哈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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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會笑 很小 要停下來的話 就踩煞車 為什麼踩煞車就會停下來 因為一踩下煞車踏板 車輪就會被兩片煞車片駕中 利用摩擦力 使車輪變慢 其實車位減速 同時 車位也會亮起紅色煞車燈 看看 警告後方車輛的駕駛 你們追蹤 好可愛 我覺得很精彩 好可愛 平時我都沒辦法跟兒子這樣說 這就是手煞車 所以車呢 本身有車身 有底盤 有引瓶 有油箱 有車輪 有引瓶 有引瓶 這是什麼聲音 這是排氣管發出的聲音 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排氣管 是做什麼用的 排氣管可以排出引擎的廢氣 這樣是不是會污染空氣 媽媽常說 汽車排出的廢氣 會造成空氣污染 一般來說 排氣管會加裝 觸媒轉化器和消音器 降低噪音 和減少空氣污染 不過 比較環保的還是電動車 電動車 是因為電動車不需要燃油 對不對 沒錯 汽車需要燃燒汽油來產生動力 而電動車是使用電力 污染相對較少 除了巨油和電力之外 還有其他燃料嗎 嗯 我記得還有生殖燃料 蛤 那是什麼 生殖燃料 是從油菜籽 像日葵 甜菜 或甘蔗 等作物 萃取製成的 油菜籽 像日葵 這些 是不是 可以用來做 炒菜的油 甜菜 和甘蔗 也都是可以吃的食物吧 哎 我的態度好慘 所以直接拿去做燃料 它會影響糧食供應 現在比較多是拿 農業廢棄物來製作 和大家看看一級方程式前 第二天 他們說特殊運動的車 東西都收拾好了嗎 要出發囉 爸爸 我們知道要轉哪裏 嘿嘿 那我要帶你們去看一級方程式賽車 酷耶 好酷耶 我的兒子經常問我 為什麼他們要換輪子呢 就是因為虧了 因為走得太長 Fiction 你看不見嗎 有些車 有些車 這裡是戶外廣場 看到前面的電視牆了嗎 不行了 車太長了 除了有對話 然後 這些真的很好看 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我兒子很喜歡這些車 所以每一輛車的英文都懂 但中文鞋全部都不懂 所以 雪低開車最怕打滑 有了履帶就不用更新了 我簡直是看到 哇哇哇哇 一邊揭一邊揭一邊揭 哇 這樣 那有 Hervesta 就是有 因為我也是 我想我只懂英文 因為他全部看都是英文 所以很開心 今次會有 中文的部分 看不見我們有時候去旅行嗎 在日本 開過的時候 做到大大片的乾草 Hervesta 這裡還有 比誰發想的機器人最厲害 沒錯 有一個拖飛機的車 這裡還有有 Excavator 看不見有Cream Mexcavator 然後有港澳 有 有換車 雲吞 上面這個 Sharon 還有海上 然後有 這些 比如我們要搬鋼琴 那些上去 是鋁帶式鋋水車變身的機器人 看 但是 鋁帶式鋋水車的輪子上 有鋁帶 但是 知識量太多了 我真的不可以全部都播給大家聽了 不怕打滑 那變成機器人之後 可以做什麼呢 變身之後 下半身還是鋁帶式的輪子 上半身 就可以變換了各種不同的工具 比如 噴雪的鏟子 不一樣 它是延伸出去的 譬如你這個技術 技術 其實在其他地方都會有的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天氣 就有不同的車用用途 所以你覺得過度得很順 小馬 重量根本不像是機具人 我覺得很像 那你覺得應該什麼 如果我們平時就這樣看的時候 好像很敏修修敏修 那樣的有情景故事 兩個小朋友這樣討論 帶過來呢 那就差點 它說他們的樣子好像挺器人 图子设定着混凝土搅拌车 可以把吞下去的泥沙变成水泥 或者设定成像自卸车一样 轻盘周围编板 非用油压包抬起车斗 项目清道 想想一下他们去餐厅吃饭 戴黑石 或者坐车去车旅行 他们就会听这些 是什么声音 我真的不要 是吗 主要命运就不哭 你发想的第二个机器人是什么 他们说好像Transformer 用车发明 合式机器人 有救援车辆组成的车队 包括消防飞机 消防飞机 消防车 救护车 救援直升机 雪上路 因为真的太长了 所以我还是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希望大家回去和自己的小朋友 再一起看 他们之后有出市中心 又有很多训练 大家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记得 在 我的第一次发生 全都是中文 全都是英文 今次这本就是中文 所以 Kiss Rick 他去设计这些书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学习主题 你会看到 有时他有很多这些地方 整本书 我不是说 知识论很多很多很多 很丰富的 最后 每本书的后面 都有一个 就是出场的測试 測试 的測试 測试 我给大家示范 大家再看 知识小考验 这个 这个 很酷 我真说 你要好好读完这本书了吗 現在搬到下雨夜跟我們一起完成挑戰吧 第六題 好可愛的 什麼是毛 1.章魚的秋間 2.是一種非常重的金屬溝 用來固定船隻 3.是美化海洋的裝飾品 請坐檔 這樣就要答題目了 中間如果想離開這個遊戲模式 就這樣停止就可以了 中間的卡車叫什麼名字 1.木頭車 因為它很大 而且可以載入木頭 2.樹木車 事不宜遲 因為真的很長 快點和大家看看另外兩輛